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上午天堂,下午地獄,耐銀急錯,拖垮大市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新指數跌了245點,跌幅大概1% 成交非常活躍,有1817億 今天收市收報25177 今天恆新指數表現不錯,衝了上去 大家看看恆新指數這幅走勢圖 今天其實是高開,高開開步25732 最高的時候升上去25847 25847可以說是一個多月以來最高水平 今天開始原本好像想衝上去,上衝26000 上午變得不錯,中午收市的時候還是有得升 誰知道午後倒水,還要跌穿上星期五的低位 差不多以全日最低位25177來收市 壓到最低位來收市 即是今天走勢穿頭破腳 而成交又上到1800多億 大家要小心,走勢就不太理想 萬一跌穿上升軌,大概2500區 大家就要採取手勢 到時轉黃燈,短線 暫時來看,當它補上升列口 這裡有一個上升列口 在8月21日和24日之間有個上升列口 即是上星星期一 暫時當它補上升列口 因為未跌穿上升軌,未跌穿重要關口 暫時還未轉燈 今天8月份最後一個交易日 當它是一個補列口 如果再跌下去 記住,跌穿上升軌 轉黃燈的話 如果高風險的投資要減持 今天為什麼會跌? 有幾個原因 第一,如果內地PMI數據較弱了些 8月份,中學製造月PMI 第一,PMI比上月略降0.1% 低於預期的51.2% 這個稍為差一點 不足以導致大跌 第二,就是今天內地雖然有做液回購操作 有1000億元液回購操作 但是今天正回籠800億元 正回籠800億元 也就是不太理想 沒有放到水,收了少許水 這個可能是導致弱 但是真正的原因就是內銀 等一下再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你看內地股市 其實一樣很傷的 因為今天,互深300指數 即是很多的重榜籃籌股 曾經衝上去 最高的時候 開始的時候已經是高的 最高的時候衝上4901 升穿498點 其實是高於7月13日這個高位 當日高位4878升穿了 原本打算破位而上 這個300億突破 誰知道就回落 不過這樣,它回落的幅度 沒有香港那麼誇張 即是它回套0.6% 0.58% 即是在高位有一個 好像是上不到去 但是又未至於轉弱 不是好像香港這樣 已經是 好像想跌穿上升軌 所以有時是親疏有別也好 大家的資金流香 或者貴賤也不同 無論怎樣也好 總之內地都是有些回套 都受到一些內銀股影響 但是就沒有香港那麼嚴重 好了,香港怎樣嚴重化呢 其實好像郵柱銀行一樣 今天大跌8.5% 一隻內銀股 那它是不是業績差呢 它業績當然都不算很好 它已經跌穿了4月份的低位 就是今年年中的低位跌穿了 它業績大概倒退 是9.96% 即是一成左右 但是股價呢 其實是從7月份開始 一直 6月份開始都一直跌 7月初反彈一下 然後再跌 然後再跌 再跌 破了看 這些走勢 真是見之心傷 是吧 聞之悲痛 這樣大跌化 那怎麼辦 破了位 我自己覺得 都是那句 換馬去新經濟股 即是 不想換光的話 不捨得換光的話 都可能逐步都要換 那些在這裏上升 這些就不停滾 一路這些 一浪低於一浪 那些一浪高於一浪 你說這些 總有一天回到家鄉 我就不敢說不會 不過就是要捱 如果你抱著有捱的心 那就捱 但是我真的告訴大家 要捱 因為現在破了位 其實一浪低於一浪的走勢 本身都不理想 好了 油儲銀行 跌得很金 其他那些重磅的內銀股 即影響到大市的那些 都跌得很金 好像工商銀行那樣 今天都跌3.6% 又是盈利大 他倒退一成左右 那你見得到他 又是破了三月那些低位 那既然破了位 都是那句 就是說 換馬的 可以在第二隻股份上高 可以賺回那個機會 大過在這隻 可以一直搜下去 至少短期是這樣 你說中長期 我不要緊的 我收息為主 我繼續拿著它 那當然 我相信工商銀行 這些銀行 就不會有 真是很重大的 倒閉的風險 或者是不會派息的風險 也不會的 不過短期要捱價 如果你抱著捱價的心 就可能可以繼續持有 至於有些想撩底 就撩不撩一個 撩不過 簡簡單說 非常不贊成撩底 至少不是這一刻 跌好 那為什麼 跟那些科技股又可以罵 這些又不能罵 因為那些資金正在流進去 整個板塊都好 那這些資金正在流出來 那你說我是價值投資者 我買得不行 那你真是價值投資者的話 那你真是要判斷你自己是 那你要搜 你願意搜 你願意忍受這個 不知道多久回來的 那沒有問題的 今天跌得很急 會不會極短線 即極短線 有些技術性反大 都不出奇 不過整體來說 你見到趨勢 整年都是一浪低於一浪 是偏弱的 譬如這些年頭一路跌下來 所以我就不太贊成 現在來撩底 工商銀行跌3.5%左右 建設銀行 叫做跌得少的了 2.8% 這一隻呢 就回到3月的低位 3月的低位 就是回到之前的低位 就輕微跌穿了一點點 就是沒有那麼弱 但是不是不弱 不是不弱 仍然都是弱 但是只不過在弱之中 較為沒有那麼弱 就是叫做 還有少少可以 機會 有些盼望就是 這些假跌穿少少可以升上去 但是整體整個板塊來說 既然這麼弱 大家都要小心 另外 中國銀行 今天跌得比較少 這隻真的還沒有穿底 真的還沒有穿底 所以工商比較弱 建行都弱 但是沒有這麼弱 中國銀行更加沒有這麼弱 交通銀行更加沒有更弱 不過都不是很弱 都急跌都要賠跌3% 這些都是 估計都是要測試之前的前浪底 就是說 用前浪底 指賺 指薩 什麼都好 用著看著那個位 這個低位 如果收在35.95元之下 都建議先走了 獲利回吐也好 先走了 等下低位再賣 最強都是這隻 就是大型耐銀 裡面 小一點的耐銀 因為太多耐銀股 最主要這幾隻大型耐銀 還有一隻龍行 沒有說 總之大型耐銀 基本上 今天都是偏遠的 包括這隻這麼強的招商銀行 其實都穿頭破腳 走勢都不理想 所以耐銀股 這個形勢整個板塊 轉了弱 大家要小心 而耐銀股是會拖累到其他股份的 就是中資金融股會不會受影響 還有這個會拖累大市的 各企指數也好 恆生指數也好 都受到影響 所以短期就要小心了 整體整個大小 由於耐銀股今天轉了弱 業績之後被人沽售 就要小心 今天恆指最低位收 暫時這一刻都當它是補上升裂口 但是如果跌穿25000 這個上升軌 轉黃燈的話 高風險的都是要先減遲 或者要看水的 萬一如果跌穿8月20日低位 這個低位是24621 當它24600點 收於24600之下 那就短線轉紅燈 中線8月7日低位 24167 當它跌穿24167點 就是這個收於其下的話 就中線都要轉紅燈 大家清楚了 留意著 好了 時間關係今天分析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